最近市场最关注的 无非就是中美妄仪谈判了 而谈判在即 美国国会卿蓬佩奥在访欧的时候 也向中方释放了一定的压力 再看到欧洲方面的英国脱欧 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欧元区的不确定因素也持续增多 那么更多的问题 我们立即来连线 会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徐卫华先生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 许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欧元区方面英国的问题 英国脱欧的进程是一波三折 首相文翠山也是面临 很大的压力和困难 您怎么看待接下来 英国所面对的一个困局 而且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 贸易往来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它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英国脱欧的事情 实际上是两大要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文翠山呢 实际上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因为当时呢 英国这个脱欧的话呢 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的一个表决 选择了脱欧 那么大家呢 实际上选择脱欧的时候呢 是看到了很多脱欧带来的好处 但具体怎么脱欧呢 实际上是没有人能说得清 那么文翠山呢 等于是揽下了这个苦差事 那么现在呢 它是非常的为难 我们知道呢 最新出来的消息呢 昨天晚上出来的消息呢 是说呢 文翠山其实有意呢 在今年夏天就辞职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 它看来现在也是很难 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现在的进展是说 2月13号之前的话呢 希望能拿出一个新的这个脱欧议案 那这个新的脱欧议案的话呢 在2月27号来进行表决 如果表决通过之后的话呢 可以摆脱说在3月29号 这个截止日期之前呢 出现这个命脱欧的这个状况 但实际上呢 这个新的议案达成的机会 现在看来是非常的渺茫 首先呢 这个反对的工党的话呢 一直提出了很多这个具体的要求 但这些要求呢 文翠山基本上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那么工党呢 有提出一个要求是说 希望英国呢 能够永久地留在这个欧盟的这个 贸易联盟里面 随时有机会呢 再重新展开谈判 那这个呢 文翠山是认为呢 是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欧盟方面呢 恐怕也不会承认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文翠山呢 在每次这个脱欧议案被剖决之后呢 都讲到说 要去欧盟进行激进一轮的会谈 但实际上欧盟呢 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呢 给出了信息呢 是说不会做出让步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肥尔尔兰和爱尔兰之间 这个硬边界 以及担保问题方面的话呢 其实各党也是争执不下 现在看来呢 也是完全没有解决的迹象 所以我们认为呢 最大的可能性呢 还是说到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脱欧议案呢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方案 最后呢 可能大家不得不呢 进一步进行推迟 所以这样一个可以预想到的结局呢 也是造成了 现在这个文醉山的新会议了 可能对这个事情呢 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 那么当然有这个经济 分析机构呢 就评价说这个脱欧呢 可能会带来60多万人的失业 那么对英国的冲击会非常的大 那么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话呢 就是说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呢 脱了这么久的话呢 对市场造成了很多震荡呢 其实基本上已经全部显现了 那么其实对欧盟来讲 一项比较大的话 可能是说 德国的汽车出口业 以及德国的这个出口行业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打击 那对英国方面的打击呢 我们认为呢 是会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的 而且现在这个事情看来呢 最大的可能性呢 还是一个脱子诀 在三月底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出来 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事情呢 可能还会无限期的再拖一段时间 我们尽管起变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些进展方面 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前夕呢 市场也是传出了 美方在欧洲来游说盟友啊 这对于中国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一系列的行为 对于双方的谈判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而且两方啊 都各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举措 来应对一些变局呢 首先我们来讲一个 就是比较宏观层面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中美之间 现在发生的这些谈判 交涉 以及这个竞争格局呢 实际上是有三个层次的 那么第一个层次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贸易谈判这个层次 那这样一个贸易谈判 主要是想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 以及中美之间如何进行 进一步的贸易往来这个问题 那这一方面的话的话 美国呢是拿这个贸易逆差 做一个借口 认为这个中国是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但实际上中国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对这一点的话呢 中国现在有个共识呢 是说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 那么之前提出进口500万吨大豆 包括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以及进口美国的能源等 中国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承诺 我们认为呢这个方面的话呢 现在这个矛盾是非常小的 很有可能双方会有一个 达到一个共识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呢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这个 节目化改革的一些看法 那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些 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表面上谈到的话 可能是说外资企业这个 进入了这个这样一个管制 外资企业的竞争 有没有处于一个劣势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 如何来保障外资企业的一些权利 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认为呢实际上双方 其实这个分歧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这牵扯到就是说 一些意识形态啊 以及中国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 这个在国内企业中 这个领导的这样一个地位 我们认为呢这一方面的话呢 美国也难让步 中国方面的话呢 也是也很难做出一些 实质性的改变 所以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认为双方的矛盾 还是非常大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呢 在这方面的话呢 其实美国在这个 对中国的施压呢 也是不断地在进行 最近我们看到了 美国又有军舰开到南海 那么对台湾问题呢 美国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 对中国进行施压 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呢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说 科技竞争方面的一个态势 那中国一直之前有讲到说 这个中国智能制造2025 也谈到说中国要弯道超车 那么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 挑战这个美国的 这样一个科技领先的这个格局 那这个方面的 这个双方的竞争呢 是愈演愈烈 这也是为什么蓬佩奥 现在在这个欧洲访问的时候呢 说不要 欧洲国家不要采纳 这个华为的技术 使用华为的产品 那么另外在加拿大 我们也知道 这个华为的CF和孟晚舟呢 还会再牵扯到引渡的问题 那个双方在这个科技竞争方面呢 是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那么昨天呢 特朗普又讲到说 要发布新的议案 是美国这个AI AI倡议要鼓励这个政府 大量投资AI技术 那么这个和之前中国讲到的是 大力发展AI呢 也是相应程序 也说明了这个两国的这个 在科技竞争这个方面的 这个竞争格局呢 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 所以综合这三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贸易谈判的话呢 恐怕很难会在三月底 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格局 也更大程度上来讲的话 可能是一个拖子决 可能到时候呢 可能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 通过电话 看看这个加关税 加到25%这个计划呢 可能会推迟下去 从中方看看 能不能进一步再谈 当然了美国方面呢 也是对这次呢 中美贸易谈判 也是记得很大的希望 我们知道这个格里时代的这个代表团呢 有60个人 包括商务部 能源部 商务部 能源部 以及这个农业部的这些副部长呢 以及各大这个商界和政界的人士 都来到这个中国 远远大于之前的这个24人的谈判代表团 那么他们其实是非常想 在这次谈判中呢 让中国在贸易方面呢 做出更多的让步 能取得一些切实的成果 那么之前呢 昨天我们有讲到说 特朗普说可能三月前呢 是不会会晤 那么市场认为呢 是不是说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是比较悲观的一个态度 那后来这个特朗普也出来曾听说 因为是在越南呢 准备和金融人进行一个会面 那么可能这个安排不过来时间呢 说再进行一个中美会晤 那么昨天有传出消息说呢 说如果这次谈判进展的顺利的话呢 特朗普可能会邀请习近平呢 访问美国 在美国的这个婆罗里达州的这个 海湖花园呢 和他进行一个磋商 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具体的协议 但这个时间可能是在三月中旬 那么中国方面我们看到的 出来的消息是说 中国呢还是要讲了 要做好自己的事 昨天这个李克强也召开了会议 讲到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 鼓励银行呢 开始补充资本 然后也讲到这个地方债务的 可能要加大这个 加快这个速度来发行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 昨天这个A股上涨的不错的原因 所以中国现在也看到说 其实更重要的是 搞好自己本国的经济问题 这就是最近的一些进展吧 那我们也是要静观其变 非常感谢Michael来到我们的节目 做详细的解答 谢谢你 好的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